为了维护市民朋友住的安全 独发局将提早在今年的10月份 试办台北市老屋健检执行计划 包括结构防火外墙安全等5大项目 会邀请专业的机构做评估 并且全额补助老屋健检的费用 老旧房屋住久了就像人也一样要进行健康检查 由于是关系到民众的居住安全 因此独发局特别提早在今年的10月份 试办台北市老屋健检计划 我们主要对象是对于屋龄30以上的老房子 以及地上三层楼的集合住宅 那只要全栋的人达到二分之以上的使用的情况下 我们就由管委会来申请 那我们就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健检 当然如果没有管委会的话 当然就是由住屋派代表来做申请 只要过半数以上的屋主的同意 我们就可以进行这样的申请计划 老屋健检的范围包括结构 防火 逃生 设备 以及外墙安全等五大项目 补助的金额将会以老旧房屋的户数 最低从一万五千元到最高三万元的计费方式 全额补助 那当然这个所有健检的这个这个费用 当然就是由市政府来直接来这个补贴 那来这个协助 那当然由这个申请人跟市政府申请之后 由市政府就邀请这三位工会 看哪一位去做直接健检 那健检我们就这个费用直接就拨付到 这个工会上的想法 所以这个申请人他基本上 不用申请这个经费上的这个情况了 市府表示老屋健检计划 将从十月一号到十一月十号期间 开始申请事办一百件名额 明年持续推动增加为两百个名额 欢迎有需要的市民朋友提出申请 中家特别新闻李依如 采访到